想問你們有教過遠距離戀愛嗎 你們覺得聽起來就很糟糕很痛苦 所以完全不會有興趣 就是 懂我意思嗎 是蕾拉 I'm蕾拉 歡迎收看 我是蕾拉 I'm蕾拉 你們期待一久的雷姿街坊系列又回來了 今天要來街坊一個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話題 那我小時候我曾經談過一場 遠距離戀愛 在當時的年齡 對我來說算蠻遠的 就台中到台北 我今天就要來探討的話題就是 到底你們能不能接受遠距離戀愛呢 在遠距離我覺得 只要搭飛機出去的對我來說都是遠距離 看像楊珍玲跟李榮浩 辛苦了要死 我上次看西瓜 他們好像五個月還六個月沒有見面了 但他們還是維持了一段非常好的感情 但我就是一個為愛而生的女人 假設我的男朋友現在身處在 奧地利 美國 加拿大 是大陸 我都能接受 遠距離戀愛到底要如何維繫一段感情 廢話不多說 讓我們直接來去訪問路人吧 那個 沒有人適合 就是很常出貨在東區的 大約而紅的男模特帥哥 一大便 知名廣告給你們 變瘦了 我變瘦了 我變瘦了 我要問你能不能接受遠距離的啊 我的遠距離有點遠耶 怎麼樣叫遠 國度上的跨越 不是在台灣的 對不是台灣的 對我來說也是 台灣太方便了 那你會想談遠距離的戀愛嗎 不會 不會 為何 控制欲比較強吧 你控制欲比較強 想見到人家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花個幾萬塊 一動 你知道嗎 那如果哪一天真的交到遠距離 你覺得應該要怎麼去維繫 遠距離的感情呢 我覺得 共識比較重要吧 彼此都要有 他會欣賞 你交過最遠的是多遠 台中跟台北 還好 對啊 知道了 感謝一大便 建宗還有愛瘦還有絕對者幫他推向 謝謝 你好我在做幾桌訪問 我想訪問你們 能不能接受遠距離戀愛 我們就是啊 我們就是遠距離戀愛 多遠 之前是花蓮台北 下一邊台北台中 先搭火車到台北 然後再從台北搭高鐵到台中 你們花蓮到台中啊 對 超遠的耶 直接跨過一個山耶 對 你們之中有沒有過吵架 或是因為遠距離而溝通不了 有啊 很常吵啊 我是吵架我就不接他電話 我就消息了 他好痛苦喔 對遠距離來說 對 那怎麼辦 維繫感情 對啊 你怎麼辦 你們怎麼維繫好了 我們之後 吵完就是約定一定要溝通 比如說我可以消失個20分鐘 然後之後一定要 其實我們都有去看醫生 看醫生 對啊 你只有我問你 你就去看醫生 都不各自有去看醫生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他有病 我覺得他要去看精神科 但我其實他沒什麼病啦 然後之後他又說我有病 然後你也去看醫生 對 我去看醫生 其實我覺得我們只是溝通不了 好可愛的一段小情侶喔 好那希望你們可以 去保持這樣下去 大門個典範 謝謝 好 嗨 不好意思可以訪問一下你們兩位嗎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街坊主題是 遠距離 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遠距離的經驗 沒有 沒有 那想問你們對於遠距離的看法 怎麼樣叫遠 一個在北一個在南 台灣嗎 剛剛一樣 那如果今天假設你們真的不小心愛上了一個遠距離的對象 你們覺得要怎麼樣能維繫感情呢 一個月見一次然後每天講電話 會互相關心 不受距離的限制 有X沒有距離 這麼難笑一下 很猛場耶 遠距離會不會對吵架來說是更煎熬的一件事情 會啊因為遠距離就只能用手機聯絡 就很沒有溫度 更殘忍一點 哦 那如果不幸在遠距離中分手了呢 那這個真的沒辦法啦 我應該不會 我不會交遠距離 為什麼 我覺得很難受啊 如果我需要你的時候 你不要在我旁邊 你不在 但我最需要愛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在路上看到兩個很chill的女生 然後他們好像是 東區一家眼睛店的店員 被斬舊了 音樂真的太熱了 這台吹冷氣 想問一下你們能接受 遠距離戀愛嗎 應該可以吧 你不行 可以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大家要有一點空間 其實有一點距離會比較好 因為你不覺得人在一起太接近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些不好的 但是有一點距離的話 在下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會覺得 哇 找別生新歡 對 算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是很喜歡有個人空間的一個女生 那你呢 你不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結婚了 什麼 你結婚了 我知道 怎麼這麼多耶 這是這一間的眼睛店 大家可以來看看 然後也可以隨便認識一下 這兩位可愛的女孩子 沒有個性 註意這個結婚 想請問 你們有談過遠距離戀愛嗎 有 你呢 沒有 你的遠距離是多遠 台南跟台北 現在還正在進行中嗎 那當初維繫了多久 一年半 多久先一次面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好像還好 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啊 在遠距離的過程中 可能連她的家人 你也要一起 take care 知道 哦 不是 因為她太淡定了 你知道嗎 你什麼分手的 嗯 個性不合 我想要自由 哦 最終還是 擺脫了那個黏人的枷鎖 美女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確認男友嗎 可以幫你徵選 好啊 單身很久了 真的嗎 你幾歲 你生很久 三圍講出了 三圍怪你屁事啊 你單身久久 台南生 舞台單身你幾歲 十九號 好可憐 這台IG直接去宣傳啊 啊 渣男啊 或是變態啊 不要去騷人家 謝謝 缺男朋友嗎 還是缺朋友 沒有 都行 有缺朋友或缺男朋友的 至少愛愛情 可以去追蹤 我今天都遇到很酷 很有個性的女孩子 對 越來越臭的東西 遇到 鏡票王跟栗子 可以請你們唱兩句嗎 她忘了罵你 我媽你把咪哄 想問你們有交過遠距離戀愛嗎 沒試過我不知道 我覺得聽起來就很糟糕很痛苦 所以完全沒有興趣 就是 懂我意思嗎 碰不到啊 不人道 這不是個人道的主意 我提倡終止遠距離戀愛 像現在如果你的伴侶在外地 你們可以談戀愛 但是你們一定要各自有 發洩的管道 我鼓翼也是這樣 可以當朋友 但遠距離沒有戀愛 有啦 遠距離還是有那種戀愛 我有朋友真的是遠距離戀愛 還是會有啦 但這不是現在年輕人嚮往的啦 所以遠距離不要戀愛 不然你會很痛苦 那假設 很像遇到一個 哇 也是女rapper喔 然後也很會唱 身材 臉蛋 全不知道你們的型 然後她可以說 寶貝我要去 美國巡迴演出 之類的 但是你已經愛上她 你要怎麼辦 如果她很漂亮 我就不要跟她分手什麼 但我就自己開始去 各自我的生活 她很普通貨色的話 我就 直接不屌幹她 不是可以的嗎 那真的可以接進去嗎 不要那麼多猜忌懷疑耶 過氣過爽就好 不要浪費彼此時間 如果她敢浪費我的時間 那我就去找別人 拜拜 好對不起 大鵝捲女士喔 那個不好意思 幹幹幹幹幹 吵 她是黑男的攝影師 一切都只是工作 我有借口有借口 妳有沒有談過遠距離戀愛 有 多遠 台北跟海南 那算有點遠 我們在一起多久 兩年多 那也很久耶 中間有沒有吵架 或是分手作 吵架很少耶 就可能比較單純吧 說聲這樣子 大概多久見一次面呢 一兩個月左右 哇 好痛苦喔 所以平常都是視訊電話 我們會很遠距離 然後一起 按播放那個電影 然後一起看 哇 好棒棒喔 那你最遠能接收到多遠 如果在國外 然後可能三四個月見一次面 現在可以 因為你很愛她 哇 很感動 抱歉 謝謝 哈 我今天巧遇了我們公司的同事 而且還有可愛的配人 還有凱浩 想問你就是 想要配對是嗎 對 你是小奶狗嗎 我只有小奶沒有狗 好 OK 尬了 今天有談過遠距離戀愛嗎 有啊 你有多遠 就 因為我住三重 他那時候在民生社區那裡 你知道三重跟那個民生那個結局好像是同一條線嗎 那你們大概多久見一次面 因為這種遠距離就比較不能常見面 一個禮拜就只能見到兩三次而已 那還蠻少的耶 那你是遠距離啊 幹 我覺得蠻遠的 因為通常我都是教那種可能 鄰居隔壁 鄰居 好 謝謝 能接受遠距離戀愛嗎 遠距離啊 不適合啊 為什麼不行 看戀愛應該就是 只會想碰到對方 最想要抱抱 我想抱著你睡覺 他哄你 你們的攝影師 這被辭職了 不是啦 不是啦 那就是你喔 那你真的愛上對方了 那你能接受最遠的多遠 張曠 張曠 好可愛喔 高雄 因為還有高鐵可以搭 假設你們現在都有一個穩定交往的男朋友 但他突然跟你說 寶貝對不起 公司派我去加拿大出差 可能要 三個月才能回來 而且還要隔離 那你們能接受嗎 最想要跟著去 所以要跟庫去逃 那如果公司不接受 然後你也不能跟著去那怎麼辦 如果已經是穩定的話 好像就 等一下就過去 對 等一下 好 那我知道了 謝謝佩妮 謝謝雨淺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拍攝的內容啦 不知道大家對於遠距離 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或是網友們有沒有什麼遠距的經驗 都可以萬一在下方分享給我喔 我是蕾拉安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還好 好 好 字幕提供